那么有人呢是想把自己国家的制度和民主模式 强加给其他国家 那么我认为呢这本身就不符合民主的原则 应该讲一个国家实现什么样的民主 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做决定做选择 而不是由其他国家说了算 那么因此啊我认为美方所提出的这种所谓的定位 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最终呢将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 甚至是对抗 那么另外呢 因为美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执政理念呢 对这个国际上的所谓民主自由体系 构成了某种挑战 我觉得呢这也美方在其中也犯了一个错误 我觉得是不是美方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显得不自信了 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自身存在的这样的一些缺陷 中国的民主制度最后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给世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 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也给世界的发展 也使过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 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所以这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所以相反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此 持的是一种欢迎的态度 而不是一种排斥的态度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也包括了民主制度 是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 做出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广大中国人民呢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 受益者 那么也是维护者 对自己的民主制度高度认同 那么也是坚决拥护 对我们自己的制度也充满了信心 刚才也谈到说中国在国际场合 在推进一个对外合作过程中 来输出自己的所谓的价值 或者中国的政体 那么我想呢 这里要强调 中国是坚决尊重各国人民 根据自身的国情 根据自己的主权权利来选择 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从不输出自己的日系形态 不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也不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 所以指责什么中国主导国际社会 指责中国主导国际事务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指责啊 是没有根据 中方也不会接受 同时呢 我们也是支持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甚至是不同信仰的一些国家 开展这个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 这样的一种交流和互建 中国也愿意实时修饰的 向其他国家介绍 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 同时呢 我们也愿意虚心的 向其他国家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